复兴航空停航一天之后 接着不到24小时又排版解散公司 不仅是史无前例 创下一家上市公司突然解散的案例 更让许多滞留海外的10万名旅客措手不及 甚至引发将近1800名的员工焦虑以及质疑 年关将近了却没了工作 不过复兴航空总公司却仅仅发表一份新闻稿 还有两场记者会 以及对员工的两封公开性说明 就引发了外界质疑 整场由董事长林明胜所主持的记者会漏洞百出 根本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因为你说突然说关掉了 那要给我们通知一下 日本上没睡觉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 不知道怎么回去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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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忍痛做出解散公司 这个痛苦的决定 我们昨天真的是努力到了下午的 至少四五点 这个原因很简单 的确是悲哀的忽略 请这个友航这边 然后民航局的协助 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家务这些旅客们来做最好的安置 在员工上面我们已经有备好了适当的这个信托基金来出全部员工的之前的费用跟薪费的费用 可以发现到公司是有预谋的 那我们知道他的一个提存12亿的一个信托基金在上个礼拜五就已经提存了 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没有所谓的财务危机 做解散的动作来确保我们能够对全部的这一些旅客也好 在权人也好呃呃员工也好能够做最妥善的处击 在这边的头人都是经历两次空难之后还在第一线为大家服务的 但是公司今天怎么对我了 国外交集的旅客悲愤痛哭的员工对照复兴航空高层 给的是两天内一份新闻稿两场记者会和两封对员工的公开信 所谓的万全准备所谓的众势非安 这种说法又怎么能说服员工和旅客甚至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呢 欢迎新闻邻机想好见周中文报道